这少华跟少康去接凌威 怎么接到现在 客人都来了 再等等 再等等 医师 医师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正要问你的 你把病人带去哪儿了 我 我没有啊 刚才是你让我们离开的 可是我们做完术前准备 想把他推进手术室 才发现他人一下子不见了 留下了这张字条 你们是怎么回事了 简直是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小康 对不起 不要怪我不辞而言 我不想开刀 我想死在你的面前 我要永远记得我 我希望 我在你的心目中 是最漂亮 最完美的 你要记住我 你要记住我 我爱你 爱你一生一世 爱你的笑容 小鱼 小鱼 敏君啊 你是怎么回事 好好一场婚礼 给你搞得乱七八糟 邵康因为受刺激太深 到现在还在住的医院疗养 婚礼那天 我跟你爸爸 就直在那跟亲朋好友鞠躬道歉 也说不出个什么理由 非要把这婚礼取消 真是 脸都快丢进你 奶奶 你不要再妈妈了 妈妈也不是故意的 当时我在医院看到二婶时 因为她好可怜哦 我也很难过的 何丽啊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就不要再责怪这个责怪那个了 敏君啊 你爸爸妈妈和林薇那边呢 替我们回去多说说好话 我和你妈有空 一定会登门道歉的 爸 我知道了 少华呀 现在还是想办法 去找找陈玉 陈玉身体这么虚弱 现在人也不知道在哪儿 这是被人担心的 我看 我们还是到医院看看绍康吧 好 走吧 喂 伯伯 伯伯伯 这么大声干什么 我又不是洪霞 我又不是洪霞 抱歉 我看你在想心事呢 所以 我就是在为你跟洪霞的事烦恼呢 好 您找我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少华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也是个老实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洪霞的耳朵 是装聋的 怎么可能 万一是真的呢 婆婆 当时她为我受伤的情形你没有看到 所以你才会认为她是装出来的 其实 自她受伤之后 她从来没有开口要我照顾她 对她负责 不过 光是这样 就令我们全家感到良心不安 良心不安 全家良心不安 就要敏君把老郭让了出去 婆婆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就是知道你没这个意思 所以我才觉得很安慰 所以我才觉得敏君没有跟错人 可是据我的观察 洪霞的耳朵 真的是在装聋啊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她是装聋呢 是您发现了什么还是 你们年轻了 你们都被感情所蒙蔽了 可是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伯母 您疼爱敏君我明白 可是我们做事情不能这么草率 万一 没什么万一 我到洪霞那儿去过了 这件事啊 我心里有数 妈 什么事儿心里有数啊 你们也来了 少华 郭母 爸 你是不是说那笔账的事啊 我跟洪霞已经对过了 没问题 少华作人真实在 这回洪霞还赚了一大笔啊 静德 你们是在说账的事情吧 对 少华 只要能包王家东山再起 我出些钱也是值得的 再说赚多赚少 我也不在乎 其实啊 洪霞是一个又能干 又有主见 又有个性的女孩 只是啊 他对少华特别的温柔 要在平时啊 他可不是好惹的 哦 真的 呦 倒看不出来 哎呀 少华 静德 哥 你们有时候去忙吧 我在这儿跟洪霞好好聊聊 看看我们洪霞姑娘 怎么个温柔啊 好 那稍后咱们走吧 慢聊 来 坐 来 谢谢 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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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皮肤是又白又嫩我 长得真的挺漂亮的 像朵花一样 这么说听见吧 你在跟我说话吗 洪霞 不好意思 我这个耳朵不好 听不清楚的 要不 你坐到我右边来 这个还可以 好 来来 好 坐到这边 就听得清楚了 洪霞 吓我一跳伯母 听到了吧 听到了 那 我这个耳朵呢 是基本听得见的 但是啊 人多 人得很烦的时候 这个就会嗡嗡的响 而这个耳朵 我说你在抢别人的老公 耳朵是装聋的 听到了吧 什么 你为什么说我是假装的 你问我啊 我还要问你呢 为什么是假的 那原因可太多了 比方说 看看别人的财产啊 再比方说 要邵华把敏军赶走啊 再比方说 反正原因多得很 我也说不清楚了 波露 你是长辈 是靳德的妈妈 我把你当做自己人 但是我没想到 你会怀疑我 你有什么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假装的 证据 我不要什么证据 这种小花样 我玩得多了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假的 你是想得到大家的同情 我根本不是要别人的同情 车子 房子 钱 我什么都 我在美国过得很好 我可以给上华 买房子 帮他开公司 让王家东山再起 我为什么要装聋呢 波露 你是长辈 虽然是这样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的侮辱我 不能这样的糟蹋我 除非 除非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不需要什么证据 告诉你 上次我生静德的气 我就是故意假装的摔断腿 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去 坐的轮椅也是假的 这种花样我玩得多了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假的 假的跟假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这样说你能同意吗 我知道 你在为敏军出气 你在帮他 赶我走 是的 我是替敏军出面 可是我没有想到赶什么人走 可以告诉你 你的耳朵装聋这件事 除了我知道以外 还有一个人也知道 谁 喂 陈玉 你说你丢了钱 谁相信啊 骗小孩呢 家里放着十万块钱 这不明摆着让人偷吗 你说 你把十万块钱放家里 准备干什么事 想不到陈玉失踪起来 还偷偷告我一桩 你 伯母 你以为我是假装耳聋的 你也以为 是我故意逼敏军走的 你知道吗 我刚回国的时候 他和善华是分居的 当时 我还很同情啊 可是我没想到 他让你来侮辱我 我知道 我该怎么做 红侠 红侠 能告诉我你该怎么做吗 我会做到 让你们大家都买一尾纸 让你们大家都买一尾纸 都买一尾纸 都买一尾纸 那该怎么做